他一掌就把你打成这样 现在追上去还来得及 此人非人力可低 如果他完全恢复了 刚才就可以把我杀了 现在你追上去 未必能输 不 他既然已经是侵犯 我没必要跟他拼命 月双行怎么办 他没关系 最重要的是 要杀堂皇 怎么杀 三天后 表国乐团献月 到时候 我会让你假扮成内卫 混进大殿 借机行刺 好 既然月双行没死 他就会追杀你 你已经没有退路了 你怎么会在这儿 刚才你跟夏云先在演戏吗 你受伤了 他的伤一直都没好 真正和苏绝联手 意图刺杀堂皇的 就是官长领 我凭什么信你 官长领用灵儿做威胁 陛下大哥杀你 我们和海大人演了这出戏 就是为了把你救出来 把真相告诉你 冠灵儿不是官长领的女儿吗 她其实 是夏大哥之女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一切都要来源于 多年前的告国公主之乱 月双行没死也有好处 她现在的注意力 应该都转到夏云先的身上 我就变得轻松一些 大明公 向来又敬畏守护 你没有机会插手 我没打算动手 我只想给你爹一个机会吧 你 是不是有点头晕哪 而且眼前一片漆黑 这是你平时啊 最爱吃的 你给我吃的肉羹 没办法 夏云先一定会救你 她要是得逞了 我不就完了吗 所以为了以防万一 我就在肉羹里 多加了一些调料 即便她救了你 没有解药 最后还得把你送回来 还不如直接杀了我 我有这么狠心吗 好 官大人 您回来了 苏绝 是的 苏绝 他想假行刺 而观成岭却是想真刺杀堂皇 这两个人各有阴谋 你跟我说这些 是想让我调禁卫抓人 不能抓人 岳大人海寒 因为灵儿在官场岭手里 所以我不得不向您出手 你不让我抓人 是因为灵儿 苏绝也把叶沙罗抓去 不能跟他翻脸 官场岭没有怀疑你吗 现在他还不知道 海大人是我们的人 我不是你们的人 我今天出手 只是为了抱这位姑娘的敬意之恩 你们告诉我这些 又不让我动苏绝和官场岭 要解决危机 就得先把叶沙罗和灵儿救出来 而要救人 就得先向你要一个人 跟我要人 谁 如何 官大人 我觉得以前的误会 可以不用再提 我这次来找您就是一句话 我们还可以再合作 说说看 三天后大明宫内 我来安排甲行刺 到时候咱们俩一起救驾 等我戒兵南下 你也可以更多地得到堂皇的信任 到时候你接进内宫不就更方便了吗 你再来安排行刺报仇 你再来安排行刺报仇 岂不方便 再度合作 互通有无 苏公子不计前嫌 可谓是人节 官大人身谋远虑 素爵钦佩不已 他想要给他 三日后上殿 想堂皇禀报 就说官昌岭意图刺杀 那您刚才说的合作 当然是假的了 三日后 我不仅阻止了阅团的刺杀 而且还揪出了大唐的叛徒 堂皇自然就会信任有加了 官场里 不过是我的垫脚石而已 三日后上殿 直接拿下苏绝 然后当庭禀报李阔 就说苏绝图谋行刺 然后趁着混乱 让夏云仙接近李阔 出手行刺 到时候苏绝和夏云仙 才是真正的凶手 而我们却互驾已攻 这真是完美的复仇计划 你和苏绝合作 都是满口谎言 那真是蒙骗他 让他安心 你们不会成功的 苏绝也一样 只要叶沙罗在苏绝的手里 那舒南陀他就没有办法 就好像你在我的手里 夏云仙也束手无策一样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 我和苏绝也算是 英雄所见略同 你不是去金卫数职了吗 你不是去金卫数职了吗 这么快就回来了 夏云仙在路上伏击了我 夏云仙伏击你 海东来他救了我 什么 现在夏云仙和海东来 已经联手了 你等等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怎么弄不明白啊 夏云仙和海东来联手 他们的目的是你 你 今天晚上有人想见你 你白天一直在这儿 守着我倒也罢了 晚上你总不能一直不睡吧 只要你一闭上眼睛 这绳子可就绑不住我了 我要睡觉 先以罐子砸晕你 是吗 那我劝你 最好下手轻一点 怕疼了 万一我被砸出了问题 现月的时候 谁给你们家少主跳舞啊 舒南驼已经回乐团 蓝马山地已经做回武姬了 舒南驼不会帮你们刺杀的 死了 信吗 有你在 他就可能和我们合作 别看了 没有埋伏 属南驼 你敢孤身来见我 你现在有没有什么理由杀我吗 你现在有没有什么理由杀我吗 找我什么事 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咱们俩又不是朋友 凭什么帮你 但是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 苏绝 说些去 我现在帮你 你在哪儿 我现在就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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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巧啊 就差一步啊 莫非老天要我成就大事 什么 你想让我明天在鸿炉客馆 行刺苏绝 没错 能成功吗 鸿炉客馆戒备森严 不可能得手 那我不是自投罗网吗 我是希望你引蛇出洞 什么意思 叶沙罗应该就被藏在鸿炉客馆之内 苏绝在长安没有任何住所 叶沙罗离他越近 就越有机会随机应变 你既然知道 为什么不派人搜查 红尼小妖始终没有出现 想必他看叶沙罗看得很紧 如果心事动众的话 他们一定会对叶沙罗出手 还有我根本就不知道 那位里谁是官长领的人 那我刺杀还有什么用啊 你不必真正出手 你只需要在苏绝面前出现 红尼一定会召回小妖 回来保护苏绝 红尼小妖离开之后 你就派人到鸿炉客馆 去搜查叶沙罗的下落 所以你是我们救人的关键 那我有什么好处啊 只有救了叶沙罗 才能阻止苏绝的阴谋 才能维护谢月成功 这样才能保证大唐和镖国 迈出友善的第一步 我想这也应该是 加罗娜的喜愿 舒南陀应该已经和阿满见面了 你说阿满会帮我们吗 只要能和苏绝作对 他会同意 明天你去鸿炉客馆 帮舒南陀找出叶沙罗下落 还不能精度内卫 是啊 关长岭有多少心腹谁都不知道 都这个时候了 海东莱还没有回来 我们放他离开 究竟是对是错 我们没得选择 明天要两边同事行动 要从官场岭手里救出灵儿 海东莱就必须帮我们这一把 可毕竟是你刺伤他的 如果他就此失踪怎么办 两天之后就是上殿献月的日子 时间太紧了 我必须赌这一把 显身拯救出兵便宜 韩国 再给他福建的 我让他们俩帮你接上吧 蜀南陀是不会为了我 去刺杀堂皇的 他绝不可能用镖国和大唐的 和平冒险 你还不知道吧 你在他心里有多重要 绑上吧 是 是不是很难受啊 来 把药吃了 可以缓解你的痛苦啊 记住了 这药啊 只要是断一天 你就会独发身亡 如果有谁要救你 那就是害你 就是杀你 海大人 我现在是朝廷侵犯 你们还叫我海大人 大人 我们的一切都是您给的 我们是内卫 但更是您的心腹 不管您地位如何 我们都对您唯命是从 就你们几个了 其他人哪 关昌陵掌权之后 血洗内卫 我们很多兄弟 都被他借骨斩杀了 那你们 愿意为什么而死 为大人 没错 为大唐 为长安城的百姓 为天下的太平 一日内卫 终生内卫 为大唐而死 是我等的荣耀 明天又有一件 可能会掉脑袋的事情 要你们去做 虽然危险 却是为了圣上 为了大唐 你们 可敢冒着生死之险 唯大人 唯大唐 白死不悔 那明天 你们就做一回逆贼吧 我 该出发了 可是海东连一晚上都没回来 我们都不知道 他会不会按计划行事 没时间了 无论如何也要堵这一把 要不我陪你去观昌岭那边 不用 还是按原计划 你去鸿鲁客馆 我去找观昌岭 夏大哥 生死成败就在今日 报 大人 怎么样 没消息 怎么会呢 岳霜行昨晚被夏云仙刺杀 怎么可能一点反应都没有 这位呢 没有 金昭尹 大理寺 还有那位总院有没有 岳霜行从昨天出现之后 就再没出现过 那海东来呢 也没有消息 这两个人在想什么呀 再去查 就是把长安城给我翻个个儿 也要找到这两个人的下落 是 海东来没有死 海东来没有死 让你怕成这个样子 这是一颗解毒的药丸 如果不吃的话 你今天就会死 有时候死是一种解脱 这个时候我怎么舍得你死呢 大人 大人 夏云先来了 就在门外 苏绝在里面吗 在 我一直都守着 没有出来过 行动之前 我再重复一遍 你只需要引起苏绝的恐慌即可 之后立即离开 客观里全是内卫 你若被抓 我们无法保你安全 那我先进去了 你自己小心 凌儿 凌儿 咱们的女儿还好 你不必担心 说吧 你来找我什么事 岳霜行的人在到处抓我 满城搜捕 我几乎无处可逃 你昨天自杀他 他今天抓你 非常正常 我在乎的是海东来 总不会没有下文吧 好 好 下大哥担心你 让我来帮你找人 他那边更危险 他要和官长领直面相对 我帮不上 哈瞒呢 已经到了 他现在应该已经前进客馆 就等苏绝那边发现他了 对了 每边都知道他 我准备了一套 套在外面 那你呢 我要一会儿还 有人见不到我 不会放心的 阿满 小心尖背 少主 怎么了 阿满在客馆里 你千万要小心 阿满 他俩这儿干吗 想必是来刺杀您的 不对不对不对 这儿戒备这么森严 他没机会啊 难道 他是来找叶沙罗的 我去小瑶那边看看 等会儿 双南陀呢 他应该在房间里 走 阿满来了 阿满来了又怎么样 他要杀的人是你 跟我有什么关系 他这种宗子 什么事情做不出来 你自己小心点 少主 这儿危险 要不您还是回房间吧 你去小瑶和叶沙罗那儿 到了那儿你就 可是 是 这儿这么多人 我不会有事的 他们也不会出什么意外 去吧 行 那您回房等我消息 认够了 后您往那边去 跟上去 再过两天就是献月 为了你的安全 我会让那位的人守着你 绝不会让月双行 找到你的踪影 你不要恨我 好 其实我们两个人很像 你为了复仇 不远万里跑回来 而我也一样 为了复仇 我心长胆数十年 你为的是情 而我为的是终和意 高国公主惠烂宫廷 她的死是咎由自取 可你呢 为了保命 陷害无辜 杀人无数 明明可以报仇 我 躲在长安 却不敢行刺 你顾惜一己之命 非要等我回长安 利用我来刺杀 像你这样自私懦弱 贪生怕死之徒 我夏允仙不敢向你 也不屑向你 你心里有火 随你怎么说 你看看 你连发怒都要忍着 活得窝囊 说得好 你 大人 大人 怎么了 总院打乱 海东安已经率领手下 杀进来了 东南在总院 约双十呢 没客气 下去吧 是 我们是不是去趟总院啊 你把我的细节 来连严 尝尔 来 你 你 你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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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山罗——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叶山罗——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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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太紧了 小岚 一看你就没当过贼 我当然没当过了 小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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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杀了我在不在里面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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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别动 阿蛮出现的时候我就在想 铜颅客馆戒备森严 他明知杀不了我 为什么还要来 更让我感到奇怪的是 红尼怎么会这么快 就知道了他的行踪呢 殿下 殿下 敲山阵虎 引蛇出洞 这招不是不好 只不过想要骗过我 还是有那么一点困难 所以你故意让红尼 带我们来这儿 将计就计嘛 我忽然在想 如果你忽然消失的话 会为我省下不少麻烦 殿下 不得不承认 这盘棋 你下得太急了 陛下口谕 官长令有违逆生意之罪 即可逮捕 手下人等如有反抗杀无赦 带他们下去 是 是 走 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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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大人 夏云仙让我来救你 你怎么样 夏云仙一定会救你 他要是得逞了 那麻烦就大了 所以为了防范万一 我只能在肉羹里 多加了那么一点点佐料 即便他救了你 没有解药 最后还得把你送回来 这个药啊 只要停药一天 你就会毒发失忙 如果有谁要救你 那就是害你 是杀你 怎么 有问题吗 我挺好的 那就好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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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弓箭手到了吗 月双形出现了 Sand 林 林 林 说 这 岑 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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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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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玲儿 是 要向他能活命 明日未试 都称赵国防取药 放他走 为什么不拦着他 灵儿在哪儿 已经救了 在你府上 官长领抗旨不遵 形同谋逆 从今日起 全城搜捕 若知其下落不报者 按同谋论处 是 是 官长领恐怕还留有后手 陛下有令 海东来官复原职 暂代内卫总统领之职 节目 对 好 不要 离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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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